各位球迷大家好,歡迎收看十一的說話新一集 都可以叫做新一季的第一集 我也在這裡做個台務的預告 就是我們之後八月當所有球隊組軍完成之後 我們三個應該可以一起做節目 今天還是我唱著獨腳器 今天最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還會做的 這一季我們還會做的 另外就是看看榜前列 暫時看看榜前列有什麼新聞 東方是比較少的 因為他們只是簽了 廢話不多說了,我們來看看 李文,冠軍,周梓謙 很多人都寄予厚望 都是表現很好的 一個在港會其中一個很好的球員 那下面其實你看到 下面馬天尼斯這些歐洲兵 羅沙這些是春暮里找回來的 那究竟質素有多少呢 這些我都不敢妄下判斷 待會我又要自己編自己試 但待會我再說 金文輝這些在流浪 就看得非常之好 馬天尼斯我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中堅來的 都是不以包的 以前是不以包的 還是不知是踢過巴士克球隊 你看到其實李文 上季我們說他進攻 是攻強於手的 進攻是大過防守的 現在他就側重了 在防守那方面 買了很多的球員 去補強 因為始終你今季 其實除了踢這個廣超之外 最重要最考牌教練那件事 就是那個亞冠2 即亞冠2 即亞冠2 即亞洲的比賽 那麼教練一直都被人救病 他的功力不夠 那麼到底去到 出去和其他球會比賽 那麼你就會見真章了 到底這個 你是球員 厲害 你拿冠軍 還是你真的有一個 功架在這裡呢 曾超達 那麼這個當然就 很多球 即是很多 李文的球迷可能還有一個問號 因為始終曾超達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他那個調兵顯象的能力 都不是很舊 還有那件事都是 那件事領軍 首先第一件事 他沒有PRO牌 他沒有PRO牌 應該 所以你看到 李文又 不知道 醒不起來 是否又找了一個有PRO牌的人去 去李文那裡 因為助敵 就搬了這個 結支 那麼我幾期待 他的幾個慎兵 始終李文的班主 包裝系班主 他好像是有一個球探網絡 是可以找到這些球員回來的 我都相當之期待的 好了 大報了 大報多些東西說 大報 伊高沙托尼 這個在結支 其實 屈不得知 其實都發揮不到 即是有時候 你結支 稍後都會說 你簽那麼多球員 其實 那麼多鬼 那麼多外援 變相了 有些外援 其實就是位置錯配 位置錯配 位置錯配 韋法頓 戴廷康 這些 這些都是在其他 港超球會那裡收回來的 那麼簽了很多球員 簽了很多球員 最重磅的收購 一定是伊高沙托尼 但是 一定是減薪加盟大埔 一定是減薪加盟大埔 那麗高拉斯其實已經是其中一個 在深水埔 最 最搶眼的一個球員 最搶眼的球員 但是這些組軍 我們留下 是 遲些 我們才再 講 好了 大埔 八位數 即是成千萬 八位數以上 即是你見到這個大埔 他 他 投入是過千萬 那你就見到 其實 你今季 至少今季 如果再有成績 應該是會 大搞 那會不會 再拿了冠軍之後 就收皮 這些 不知道 剛才我們講到 這高的人工 其實是跟其他主力相約 可能都是幾萬左右 一定有 幾萬一定有 那再數下去 其中一個想講的就是 又多一個足球基地 五千尺 兩個地方 三萬至四萬尺 活動 健身室 外國牌子 足球訓練學校 又是搞這些足球訓練學校 但就起不到十一人牆 那 那些人就在那裡笑 你那個 就是 起場 又起不到十一人牆 起來托嗎 就是這些球迷 或者這些 這樣的人 見到 如果不犯法 就是想升霸 首先 你要想到一件事 就是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說 一件事就是 香港球員的體能 就是 體能是不足夠 如果 再多些球會去擁有自己 可以二十四小時 又或者是擁有 一個健身 或者是一個足球訓練 是自己的 一個 中心 或者是一個基地的話 對於 港超 球會 球員 那個體能 一定有提升 一定有提升 因為 你不需要再看 康文署那些 廢佬面識 是吧 拿著雞毛當領戰 一九小時就掃掉 明明有一半個小時 緩衝旗 是趁什麼 你有自己的一個 體能基地 或者是體能中心 那麼 球員隨時 他们是职业球员 他们随时可以去 或者你去给一些program 跪前如何去恢复体能 如何去提升他们的aerobic capacity 这些是全部可以自己做到的 如果你永远就是依靠 你永远就是依靠训练 那个时间去增强 其实是一定不够的 你又要练习战术 你又要练习体能 你又要练习其他kitty kwalak那些东西 又要briefing 其实是一定不够的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场地在这里 你去习墙 即是你去习墙 真的要11人墙去练习那时候 你就再去习墙练习 真的要练习战术 或者真的要打Friendly那时候 你就再练习 这些就算是七人墙都好 最多都是七人墙都好 你都可以练习战术的 你都可以练习战术的 他不仅仅只有一个足球场 应该 他有两个 如果我不知道是否两个七人墙 这样 你练习战术就行了 都可以练习战术的 没有练习战术的 这些一定是好事 我不知道那些人笑什么 很搞笑的 有时香港的球迷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 这个是一个好事 然后大步 陈兆军 留队 这个也是很多人跌眼镜 但是我们兄弟 谈那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是正常的 拒绝多间内地球会的合约 选择留在大埔 中超 中甲都有 为什么中超中甲都这么找他 或者为什么中超中甲都什么 就是一来他的年龄 二来就可能是一些中甲 有时候瑞尔星班的一些球会 他们的等本都是相当之大 就是可能是数以十万计 二十万计 这样去叫你过来 他想了很久 他说他想了很久 正常的这些 很有诚意 一定是浅 难道跟你说夜深吗 这个应该是说大埔 不是说中超那些 大埔当然跟你说夜深 主要是球会方面的方向很适合他 比上年昇华了 这些一定跟你谈流队那时候 坚sir跟你谈流队那时候 一定是有讲我们下季 千万投资 起基地 一定是为了亚洲赛奋斗 可以挑战其他球队 31岁了 Philip已经 他不会感到后悔 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再想外流的东西 稍后我们有一宗新闻讲外流 自己踢球已经不是再为了一份大的量 因为他如果大家熟悉的都知道 Philip哥就不受的 还有很多外流 几个外流的其实 都有些家底的 帮助年轻球员一定可以 还有就是可以出多些幕前的工作 幕前工作应该是讲广播 讲广播 留在香港是好一点的 其实来来去去呢 几样东西 首先第一 爱流 的因素第一 就是钱 刚才我们讲过 Philip哥就不受钱的 第二就是那个水平 提升水平 中超中甲 暂时的水平 都应该是稍稍在港超之上的 中甲我不敢说 中超一定是 就是你虽然下面榜下游那些球队 有几队就 就是 这几季都有几队就比较折堕了 比如以前的恒大现在变成广州队 还是广州城 广州富力都是 全部变成干堂了 但是你说榜前列 譬如上海上港 上海新花 就是现在一仔踢的队 其实他们的资源是没有减少到的 就是现在两队上海队是屈肌的 那你上到去一定 就是那个水平的提升 对自己足球 那个技术的提升 是一定有帮助的 那迟些都可以开一集讲的 因为呢 我发觉到一个问题就是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就是 有部份球员上到去 譬如像Jerby 踢了一两场之后就没有机会 昨天 安永佳 是后避都没有 但是我就看不到有任何新闻说他上 这些就是 安永佳这些都叫做给足机会 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表现 我看了一场香港打鼻 一仔对着安永佳一仔的那个展现他自己的能力 还有就是那个水平 他在条左路上跑上跑下 真是卖这些打落无眼和血吞 真是给你捉 这些是一仔 我看他一场 就已经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相反安永佳 早上去这么多 我看他这么多场 就算入球那场 真的暂时看不到他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这个也是一个 我担忧的地方 当然就算你纯粗也好 只是粗 都会有进步的 因为始终别人的 intensity 一定是高一点 水平 那两样东西 他更加看重的 第三 可能是 他的定位 Philip的定位 上到去 那个教练 将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是吧 即是你自己想想 即是各位球违你自己想想 有哪个教练 用Philip 是比 坚sir 最会用 Philip哥的就是你自己 你31岁了 你还出去被人磨合 有时候遇到一个白落是相当重要的 我想他留队这些 他也有想过 他曾经 在港超踏过这么多间球会 就算杰志也是 没有一个适用他 除了 坚sir之外 安达臣不知道算不算 但是坚sir一定是用得最好的一个教练 所以他一定是有想过 这些东西的 他也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来的 他说做感染年轻球员 博聚年轻球员 这些他一定可以做到 好 杰志 杰志 他现在在走两条路线 首先第一 他当然也是玩这些入籍 不是叫入籍 假鬼 也是说这些 你看看你们 慈英这些是外援来的 那跟着 第二样东西就比较新一些 蒲超化 大家知道加到数是蒲籍人士 即是葡萄牙 他现在找的很多球员 都是 蒲超 过来多的 那再加上假鬼 泰利 这些 比特宝 有时候我常常留意比特宝 为什么我会留意比特宝 就是因为 辉sir的儿子 辉sir的儿子就在这个 比特宝 辰尊搞了很多年 我看他可以走几一转 有时候我去留意这些 冷漫一点的教练 我很有兴趣 就是戴伦菲申 教比特宝 他在英格 就掃了 但一上到英官就不够踢 接着就被人炒 最近就在 杰折试脚的 男行仔 昨天都签了 整个阵容来说 外援当然会比较 老 但是 就签了三个 是 比较年轻的球员 以及他就说 今季就是年轻人单旗 就不要笑着 就看看他是不是真正 好了 杰子 韦顿签了回来 穿九号 穿九号 甘信雍 连个脑袋 这个真是世纪大骗 这个真是世纪大骗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那一集 很久之前那一集 我还说他 会不会是 这个 可以做到这个 港超的衣靶 还是港超的野兽 我不记得了 欢迎大家 继续 抽到我说 我怎么估 我都估不到你 按伤也好 筷子脚 筷子脚 按伤也好 可以是 完完全全 出不了场 是伤到这样 五件都叫做挑通眼眉 在球团玩了这么多年 都叫做老油跳 一铺清代 给甘信雍 每个月代理 每个月代理 几十万 三四十万 即是玩FM 玩FM 他说每周 每周三万六千英镑 每周三千 三千六百英镑 你违反来 你当四万 一个星期 周身的 你乘四 你乘四 一定不指的 四万 四四 16 16万 怎么指的 16万 一定不指的 FM 数都是错 三千六百 磅 我想都是错 世纪大骗案 但是他真的穿九号 不知道是不是在谈解药 这些五件 看看 可不可以 叫做 拿回扎沙 好 最后 查理事觉 他是去了印尼的 他去了印尼的 但是就进了厂 这样 他这七天 就 不行 他现在就在 Hospital 吊着盐水才好一点 印尼的天气 印尼的气候和饮食文化 之前 林鹤熙 都试过去印尼 有时 是不是有些新闻说 他打回来 跟纳纳说 受不了 有时他的气候 首先第一个气候 是一定辛苦过香港 接着就是那个文化 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 不是每个都能支持的 我有个朋友 不是印尼 他在印度 去那么久 他俄促那么久 你先不要说那个 那个 叫做什么 质素 那个食品的质素 或者那个食品的安全性 他就是在那里 喝杯夜 他都肚痛 吃东西都肚痛 就是 那个人饮食文化 有时真的受不了 我们的华人 去到 可能他们是 就是我 认识一些人 请的姐姐 吃到很重口味 很甜 吃到很甜 很咸 很辣 真的受不了 就算你一个人本身 譬如你不吃辣 你去到 一些吃辣很厉害的地方 叫到 微辣 可能你的肠胃也未必会顶得顺 真的会吃辣 所以 查理斯这个 当然我曾经有个遗想 就是他踢七年之后入港队 但是 现在他已经去了印尼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任何港超球会 要他 这个我也是比较意外 这个我也是比较意外 这样就 今天 先讲到这里 OK 这样 纯粹这一集 就是 用来 是 做一做之外 就是告诉大家 是今季继续有节目的 OK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